去 去 去 西楚界线 你都追着我打了三天三夜了 要不要休息一下 要不咱俩先坐下来喝一会儿 我可看你带酒了 不给 我来是为了证明我西楚武学 不在你北梨之下 谁要和你喝酒 你是人怎么这么固执啊 要不这样 我若赢了 你那壶酒归于我 如何 送你一百坛都行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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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先打架呢 这铁匠铺买的剑就是不好使 他说能用十年呢 我得找他退钱 你收定了 西楚剑阁 不错 我也有一招 但我不需要自己的剑 因为天下利器 即为我剑 抓屏幕 别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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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 我败了 好酒 杀了我吧 死在你的剑下 很光荣 什么杀呀死的 好容易有个会酿酒的朋友 死了多可惜啊 朋友 对呀 一起打过架 再一起喝过酒 那就是朋友了 你还真不像一个剑客 走了 别忘了 你还欠我一百坛酒 记得 会有人送来的 三十年了 老朋友 这酒 你总算给我送来了 太安十六年春 举世闻名的济夏学宫 在北梨都城天启 举办了新一届的学宫大讨 一时间樱桃云集 其中有一人 正是后世称之为天下第一的百里东军 白小济世 白小济世 爷爷果然没骗我 这天气确实繁华 陆风 我先去皇城司 给这小子报个备 咱们待会儿见 好 下来下来 朱雀街不能骑马 你给我老实点啊 皇城可不比别处 好好好 放心 我这眼皮怎么狂跳啊 陆风大哥 那个就是护国武神像 不错 一百多年前 我太祖皇帝为天下祭 兴义兵讨无道 事实大风起 武神显盛 派祖平三千铁骑 破十万大军 一战立国 原来师父当年就是在这儿 与天下第一的李长生大战一场的 好 驾 你要做什么 马踏天骑可是重罪 驾 驾 这么说来 西楚剑仙当年就是在这儿 与李长生决战的咯 莫托 那大的 真是天地变色 鬼哭神豪 那结果呢 对啊 结果呢 谁输谁赢嘛 只有那二位自己知道了 此后 不少英雄豪杰 都想效仿二位 登顶天起 为此啊 朝廷加强了守备严令禁止 这武神象牵的英雄豪气 就再久不得见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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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那人是不是奔着神象去了 有好戏了 走 走 走 是 是 是 师父 您登上过天起之爹 那都是年少轻狂的事了 太帅了 师父 我也想去 好啊 那就跟我学武 我 不行 我不能学武 要是让皇帝知道 我家该遭殃了 我要隐藏自己 才不会像叶伯伯那样 家破人亡 你这孩子呀 之所以你胡作非为 就是让世人以为你是个小霸王 至少这样 不会给家里招来灾祸 可东军哪 有些事躲是躲不过的 你这条乾隆终有腾飞的一天 驾 驾 师父 我不会再躲了 我来靠自己的实力 保护我的家人 大胆皇徒 竟敢冲撞神像 抬不下马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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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君 武神像不得冒犯 这是国法 你若要闯 给我个理由 这是吴与师父的约定 不行 国法就是国法 但你我既身处江湖 那我给你个机会 打赢我 放你过去 殿下 这 今日之事在我 无论结果如何 与你等无关 那就来吧 得罪了 那小子什么来头 竟然跟龙牙王打 那可是立场声最得意的门声 我看那小子坚持不了几招 没错 走 硬件的差距非一时可逾越 东军放弃 看招 李师兄教的好兄弟 看 那小子上去了 我说是按江湖规矩 你说我可以使阴招 谁说我是江湖人了 我可没答应过你啊 名牙利取 我认识 你明知赢不了 为何还如此执着 因为我要守护家人 就必须成为李长盛的弟子 要拜师 入学宫即可 在此胡闹什么 胡闹吗 学宫弟子三千 秦传又有几人 我也用自己的方式证明给他看 我百里东军 有资格成为他的亲权弟子 我明白了 那我不会在手下留情 算是对你的敬意 列宿 这儿 这是逍遥天降 冯将 师父 这一次 俺不会再多了 我一定会拜师成功 为我做真实的人 我要成为 天下第一 列宫 我 公霜 赢 冯将 你 子涵 是 是 看到现在 这 か 都 咱 Declaration 是 三十年了 老朽又一次见证了这英雄气啊 一来就这么大阵仗 夸张了吧 这么短的时间内 他居然能领悟到我的招式 可见这小子悟性极高啊 但你还是放水了 这是什么 你 小凤 回来 行行行 你不叫小凤 你是神鸟行了吧 喂 大叔 你这是什么鸟啊 快成精了 什么大叔大叔的 没礼貌 再说了 这可是神鸟大风 厉害厉害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前辈就是学功祭酒 李长生吧 还不笨吗 先持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谁说我要 收你为徒了 送酒就送酒吧 拜什么诗啊 不错 这桃花月落 还是老味道 古臣 这勉强能算一谈 剩下的 就让这小子来还吧 大风 我们走 大风 大风 月落荒花 人归去 醉酒当喝 天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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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将强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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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就喜欢这些招摇的东西 哼 看来师父心情不错 喂 若冯 你之前说天祈城内有股暗流在涌动 这次学宫大考 他们必定按耐不住了吧 那就让他们来 我在这儿等着他们 小二 上酒 小二 上酒 可 客官 您 您的酒 小伟朋友 盯了这么酒 一起喝一杯 喝酒就不必了 我们天外天有笔买卖 想拉小兄弟入 火啊 天外天的买卖 我倒是有点兴趣 不过 既然是合伙做生意 那得让我看看你们的本钱 好 不愧是男爵建模的弟子 身手不错 这是我这招 也不过如此 他还没出刀呢 有点意思 好多年没遇到像样的对手 鞭子 和帝 母亲 来 小伙伴 小伙伴 帝 废 这事 你休有天静啊 不可能 怎么会有这么年轻的逍遥天静 只要我夜顶之下 就没有什么不可能 不愧是我看中的人实力非凡呢 这笔买卖我天外天做定了 看来你就是幕后主使了 可惜你们实力太弱 我现在没兴趣了 如果说我有个计划 可以颠覆北黎皇室呢 那老头的下手可真重啊 你早说入学宫还要考试嘛 大哥也不知会我的事 你看你看你看 就是大就是大 开始了开始了 明日便是学宫大考 现在是最后机会 没下桌子抓紧时间啊 我买林在野 买林在野五柱 严非非啊 严非非 你确定要买它这么多吗 没错 我就要买 我听说他很俏量 兄台 这个人怎么没人买啊 他呀 图有其表就会装样子 所以赔率太高 没人买 你说什么呢你 有这么说话的吗 你谁啊你 我就是那个百里东君 你呀 百里东君就是他 好啊 正找你呢 你知不知道昨天惹了多大麻烦 若丰师兄因为你 都被圣上责罚了 就是啊 兄弟们 给我揍他 揍他 揍他 我说都这个时候了 咱们猜这打牌不合适吧 怕什么 有若丰师弟运筹帷幄 有什么好担心的 若丰说先进观其变 待大考开始 鱼儿自会跳出水面 我拿这个 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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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几局了 你水平也太差了 我不玩了 排平还不好 小黑都比你强 我说雷师兄 这次大考可是暗潮汹涌 你就不担心你那小兄弟 嘿 你们也太小看他了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轻取于蓝而轻于蓝 我那小兄弟 早就疯嘛 你又不相及了 孟莎 这成语不是这么用的吧 别跑 站住 走 傻子才会站住 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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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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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可以 你要不要 你 你 しく ci 你 你 你 马上 我 这位的一职都以风华师兄为目标 见不到何人被这小意抢先 他出手可为轻重 出了人命可就不好 快去走示范吧 喂 我说不许道歉了 你指利以命相逢吗 谁管你道不道歉 我说不许道歉 我说不许道歉 好 真厉害啊 小子 今天跟你上一课 实力不够 就必须人家出风头 还是滚回前东城 做你的二世祖吧 去 西楚余孽 果然敲不出什么好东西 你给我站住 有主 再说一遍 你那小兄弟行不行啊 听说他一直没怎么正经地练过武功啊 也许之前 这小子在练武仪式上确实不上心 也没经过什么历练 但我知道 在古尘生死后 他已经找到了方向 他现在只是一条未典经的路 待时机成熟 便能冲云破雾 凹生于天际 不许 侮辱我师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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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 还从没献过你这么看重一个人 好吧 那就按若峰所言 把他作为我们计划中的一部衔剂 看看 他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 小子 今天给你上一课 实力不够 就必须人家出风头 派着滚回前东城 做你的二世祖吧 去 西楚余孽 果然交不出什么好东西 有什么了不起 这破学宫 不记你吧 受这么点委屈 就打退堂鼓了 你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 老是你 若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去 那可真就是个二世祖喽 你又不是我师父 凭什么交易我 不服 那就练练 你今天打赢的 不过是个金刚繁静的外院弟子 学宫大考招的可都是内人 没有自在地境的实力 就别妄想了 这剑 有行无事 不堪一击 说够了没 没够 你做什么 看来古尘还没告诉你 他偷偷在你喝的酒里放了药 用了整整八年把你的内力练到了自在地境 只可惜啊 他还没机会教你如何命 所以你的自在地境 就是个花架 好热 好热 全身像烧着了一样 可我难受 小子 你听好了 你师父有一套功法 能唤醒你体内的功力 你认识我师父 难道你是 不要分心 这套功法 叫做秋水诀 你师父当年云游天下 等于秋日梦入河川 正所谓秋水时至 百川冠浪 行流之大 两四主牙之间 不变流氓 百丽东军 你记住 修炼此功 当以自然为人 那内力 点如江河般源源不绝 纵有万土之机 重而毁之 纵有铜墙铁地 炎而埋之 我明白了 天下之至柔 只省天下之至坚 水深迷万物而不争 天下末柔弱于水 而攻坚强者 末之能胜 以其无以意之 这位机灯 水深迷万物而不 太好了 有这功法 学功大考 能赢 老头 不 前辈 多谢了 不用谢 我是还你师父的人情 这次学功大考没那么简单 毕竟是我好友的后人 总不能让你死在这儿吧 什么意思 自己多加小心吧 谁出的点子 把考场安倍在码头 道理一个时辰还没到 驾 救命啊 驾 闪开 快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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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开 闪开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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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下 给我停下 刚才 多谢了 实力不济 就不要学人逞英雄了 怎么说话呢 你等会儿 看你这穿着地驰从哪个山沟里来的野人 难怪不讲理数 那你还跟着我 这路又不是你家的 我百里东军 要去参加学宫大考 自然是要走这条路 你是百里东军 你认得我 听说过 在下夜点之 也是学宫考生 要不要同行啊 既然你主动邀请 那本公子就勉为其难吧 你在哪儿听说过 你不是西南道抢亲的那位吗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好大大船 这考场怪气派的 堂堂正熙侯府的小公子 连这种场面都没见过吗 家里管的言 我很少出门的 那不对 江湖上可是传遍了 你对燕家小姐冲冠赢的 魏红眼的壮举 胡说什么呢 谁便派我呀 别跑 张医啊 张医家 张医啊 你不站住 二位兄台 对 是我这失职怎么都吃不饱 你不就是那个 我不是 这位当友认错人了 外下还有事 先走一步 王 一行 是乙姑娘 酒也好了 我想 放开 大人都这么猛 还想跑 赵医家 还钱 这不是千门之女 野洛侠吗 对啊对啊 感觉好凶啊 好漂亮的姑娘 看来王道长 又沾话热草了 你小子不说什么 他是欠本姑娘的钱 我输了还想赖账 也不看看姑娘的是谁 赌钱是不对的 我虽然输了 但只要不给你钱 那就不叫赌 叫对一 你 这柳月公子 还是喜欢这些花花账面 柳月公子到 你看 柳月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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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看我了 她看我了 坐 坐 坐 走 英雄所见掠同啊 认识一下 千门 尹落霞 陵北山人 夜鼎之 我振西 百里东军 西南道抢亲那个 对了 你跟燕家小姐怎么样了 不不不 那是误会 各位考商 本次学宫大考为陶太制 共分三场 下面宣布第一场考试题目 请考商上甲板 每人选一个格子站上去 请看题目 考什么呀 什么意思 这是要考什么 考才艺 到底要考什么 你得说清楚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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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们啊 反应不错 对啊 对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里边啊 好疼啊 怎么这么黑 各位 本次出事不计人数 凡平安走出迷宫者 就算出事通过 太狡猾了 我去 箭头是真的 救命啊 我去决 他不计人 不计人 啊 嗯 往上列 看看他 弄掉我轻一个 这个考试 怎么还有生命危险呢 你懂什么 这徐宫大考向来是生死无论 这还只是钱菜呢 要命 长这么大 没那么狼狈过 什么人 是你啊 看来 得意气破关了 喂 大考之前 有个人告诉我 这场考试不简单 让我小心点 我觉得 他话里有话 那人一定是高人吧 高是够高了 学宫大考 向来是生死无论 他这么说 也属正常 不 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 这不是朱雀大街吗 那武神像怎么不见了 你看前面 这是幻境 我是非会这招 看来这就是口题了 他很强 没有向阳天静的实力 如果我没猜错 他就是北梨的开国皇帝 交易 怎么会是北梨皇帝 这应该是我们心中所想 我们 别回去 不就是若蜂大哥的烈国剑法吗 我也会 叶子虎 出发 疯狂 没用 烈国剑法就是它独创的 剑刀没用的 明白了 那就再试试这一招 一顶之 二叔 你要不行吧 你发现了没有 他每次发绝招的时候 本体都有一膝停滞 那我来引出他的学生 接下来 靠你了 好 我的 啊 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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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弱吗 因为你们的牵绊太多 就像你 百里东军 你说成为天下第一是为了你所真事的人 可他们都是你舞蹈路上的绊脚石 只有蛇妻情感 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 蛇妻 情感 不错 所有的情感都是无用的枷锁 朕就是抛弃了一切 才成为权倾天下的九五至尊 东军 他在利用你内心的弱点 不要被他的话所迷惑 会迷失自我的 你也太想看我了 我怎么可能被他几句话所迷惑 若是成为强者 又要舍弃真事的人 那这样的强者 做来又有什么意义 你给我听好了 就是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强者之路 没有人可以动摇 没有人可以动摇 这是 因为我是 百里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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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你怎么跟我一样 想的都是北厘皇室 我是担心家里 你呢 这个吗 怎么又来 有完没完 东军 东军 好久不见 姐姐 这么久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你 好好好 这么玩是吧 抓抓人软肋呀 那 明知道是假的 赢我不敢打吗 停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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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你赢了 你赢了可以了吧 东军 你说喜欢我 只是个谎子吗 我不听 你是假的 我不听 我要你看着我 这 也太真了吧 百里东军 你在做什么 姐姐 你 你 怎么是你 这 这 你是谁 你问他呀 他去西南道抢亲 都是为了我 你又是什么东西 喂 你不要乱说 喂 停手啊 我现在说不要为了我而打架 会不会太欠揍了 小白 他们两个都是坏女人 我去帮你教训他们 哎 你就别跟我添乱了 都乱成一副粥了 哎 你看 你们打够了没有 怎么才能出去啊 怎么才能出去啊 总军 我说清楚 看清楚吗 做过的事要负责任 我做什么了 你乱说什么 别理他们 咱们回家吧 回个屁的家呀 收了 哎 哎 师父曾说过 幻境 就是隔绝无感 说穿了 无故是感官的屏障 呀 吐 呀 呀 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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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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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 慢点 慢点 不要 月儿 快走 什么北离军神 什么大将军 你就是个逆贼 死有余辜 逆贼之子 也不配活在这势上 什么也做不到 你只能眼看着青人死去 离贼 离贼 你就是个废物 来啊 去死吧 我不怕你们 来啊 冲嘴 离贼 我怕你们 来啊 下 哼 哼 哼 啊 啊 啊 要走的路 没人能阻拦 无论是谁 力量来源于痛苦 我的痛苦 没有人可以承受 千姬炼狱 羽炫 腾修罗 叶昀 文静华 叶昀 叶昀 快醒醒 叶鼎之 叶鼎之 醒醒 叶鼎之 吵死了 喊什么呀 你这人不识好歹 亏我把你叫醒 你都没看你刚才的样子 喂 你到底梦到什么了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 想要窥探别人的秘密 就要先说出自己的秘密 那算了 我对你的事不感兴趣 这关太缺德了 我估计能过的人没几个 不要 不要 不要啊 好多钱 好多钱啊 我终于要成为有钱人了 再也不用打工了 朕 封你为大将军 退下吧 这是 二选一 你还记得咱们的考题吗 文武之外呗 真幼稚 也就柳月公子能想出这种小孩子的把戏 中这招的人 得蠢成什么样 冲吧 重 出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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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不激情 出来了 这么破了 以后谁敢娶你呀 这人可真不道义 恭喜各位考生通过出试 那下面开始第二场 武试 请各位上台抽签 决定自己的对手 一 拿到相同号码的人 互为对手 请按照号码顺序 依次上台对决 看什么呢 你还记得我之前说过 学宫大考会发生大事吗 你说 会不会是这个家伙 你觉得他有问题 第二场武试开始 第一局 百里东军对燕妃妃 先别想那么多了 快上去吧 这燕妃妃不是阎武宗的弟子吗 既然他出师了 那他的师父 喂 百里小弟 你小心点啊 好 你不是故习啊 忽忽的交换道理 哈哈哈哈 百里东军 你知道吗 我最终于的人就是你 你不是什么 我哪是不是有误会啊 没误会 今日 你必死于我保下 啊 啊 太快了 根本看不见他徒刀 这小子看来要输啊 这是他们盐巫宗的绝技 快速疾风 看来他已经继承了他师父的遗国 喂 白鲤冠 不要输给这种假话 你说的你听讲 知道吗 我们两个人身手 有很多相同之处 比如 你的内功是秋水绝 而我最可以的一招 也是水 不 还有 我们俩人都 死了 不过你的师父是为你而死 看见那个传闻是真的 连武松的门规 谁要出尸 谁要杀了自己呢 是我的师父 是尸在我的刀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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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大自在尽 就差一步都停了 百里毒菌 快认输 会死的 你要做什么 闭嘴 最讨厌的 又是师父精神 你想取消比赛资格吗 闪开 喂 还不想顾必胜结果 你也太新奇了吧 什么 什么 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过去 也不知道你与你师父之间发生了什么 但严武松这种杀尸厉害的做法 是不对的 闭嘴 闭嘴 你凭什么这么说 想你这种人 根本不会理解 你人性的做法也需要理解吗 你们丢掉了这世间最宝贵的东西 这种断情绝义的门牌 不该存在于这世间 不可能 为什么会这样 叶飞飞 你说你讨厌我 其实 是在讨厌那个对师父下手的自己吧 菲菲 我 师父 我受了 好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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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者 百里东君 摇摇 崖 大头 乌葛家的人这么凶狠的吗 乌葛家再厉害 也未必挡得了我这招 什么 我曾听舅舅说过 诸葛家像以仁义著成 这人形势却如此狠辣 有点奇怪啊 还真是毫不留守啊 若冯 果真如你所料 诸葛 这诸葛家百年碧世 用来榆木昏珠 最合适不光 这么说 如今正在大口的诸葛云 是假的咯 等 等一下 我认输了 既已认输 那就停手了 诸葛一族与家事也有些渊源 据我所知 他们门归森严 是绝不可能出现这种异类的 若是这样的话 你们到底在干嘛呀 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 是来考试的吗 我看你们几个才有问题 武士最后一场 夜顶之 对战临在野 对 先不聊这个了 喂 赶紧上了 我们三个可都赢了 是压阵的 别丢脸哦 看你的了 考个试还蒙着面 是不敢也真面目试人吗 你还不是一样弄个假身份 骗鬼呢 你究竟是谁 想知道答案 问过我手中的家伙 假身份 你们刚才听到了吗 什么意思啊 难道夜兄 你听他的 我倒觉得这个林在野 神神秘秘的 还戴着个面具 不像好人 你是说 潜伏在这场大稿中的人 不止一个 刚得到消息 半月前 明满江湖的天剑门林家 被灭满 林家既已被灭 那前来参加大考的 这个林在野 什么 他怎么也会这招 活动平王 这不是南爵剑魔的招式吗 你是说 那个杀人魔头 南爵第一高手 雨神魔 师兄 你啊 师兄 许久未见 来了怎么也不知会一生 还换了身份 太见外了吧 咱们俩兄弟向来心有灵犀 还记得这伤疤吗 师兄 快走 快追来了 你们两个 做了我帐下的鬼 还想逃 你这个疯子 魔鬼 我们不想做你徒弟了 让开 陆建函 师弟不懂事 这个师兄当父守则 起奴 师兄 过去 我一直以为能逃脱命运 没想到 连累了你 既然你心中有怨 那就打过来吧 不用你说 我也正有此意 那就用你的命 来偿还吧 这是宇生博 惩霸男爵的招式 他为什么不反击 叶子 闪着 闪开啊 上开啊 扬 趟 师兄,我欠你的,只能先还到这儿了 我这条命,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 待一切结束,任你取之 你以为你还能活着离开吗 我要让你感受到我的痛苦 他居然一血四刀 你得知! 你得知! 过去我们一直在逃 从今看来,逃是没用的 既然命运退无可退 你可求我 神秀啊 这个林在野 形势如此张狂 无计后 反而不值得怀疑 反倒是他的这个对手 这个 还最有问题 这是 无我之境 人刀合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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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我已经是个将司之人了 何必救我 你的身体 早已邪功入体 世人无多了 难道你这么做 是为了 你不是想报仇吗 现在你境界提升了 应该 抬心才是 走吧 你 师兄陪你一起 有什么事 我担着 师弟 帮下我吧 不是说好了 一切走 小时候的话 你居然还记得 师弟 小兴 一 一切 你这寒症还是不见好啊 小事 师兄 今日武事就结束了 我相信诸葛云 和这个夜顶枝都能通过 那接下来呢 明日中事 你我分头行动 诸葛云那边 你派人盯着 我去见见中事考官 让他试一试着夜顶枝 给你看 师兄身是与我相近 我们都是吴家之人 江湖克 浪荡子 有如此结局 也是不错 我虽是个出世之人 不惹红尘 可兄台看来比我潇洒 你们俩这是要出家吗 什么潇洒 这是逃避吗 东军 你要走的路可并不轻松 好好保护家人 不要等失去了才后悔 我觉得你很像我儿时的一个朋友 他是大将军叶宇的儿子 叫叶云 我们两家是侍家 我知道的 他们家不是因为谋反 被抄家灭族了吗 谋反是假的 帝王的猜忌才是真的 我爷爷当年想去救他们 却晚了一步 叶云 已经被烧得不少人形 百里同学 叶云有你这个朋友想着他 一定很开心 不提这些不开心的事了 我都说了我的秘密了 你也该说说你的了 你想知道 你想知道 你说呀 打赢我 告诉你 你又来 好 这时候没遇到 正想领教一二 这俩人怎么打起来了 你不懂 这叫男人的胜负 去 男人真无聊 你不懂 太不恨了 看本姑娘收拾你们 刚才是谁说过的 你眼神来帮我 好 你 吴坐耻 吴坐耻 谁 小孩子不懂礼术 小姐莫怪 吴坐耻 你 计划正在推进 小姐何必犯险来见 若是被人怀疑 屠生事端 说到事端 你为何不让飞斩 将诸狗云的尸首 处理干净些 尊使在此卧薪长胆十年 所作之事自有道理 既然要声东击西 总要抛点耳 对吗 尊使 尊使 想不到堂堂岭南秦家 居然出了个胆小鬼 你这个疯子 我们是队友 你为什么要杀我们 我最恨的就是北黎人 见一个 就要杀一个 木鱼草书 你不是诸狗云 不错 活境以北 云天之外 天外天 前菜已经尝过了 接下来 该上主菜了 经过前两轮的筛选 还剩下八人进入中式 看来诸位 已经选好了自己的队友 那下面 公布大考中式的规则 你们两组人手中的令牌 分别代表着 分别代表着北边的宣武殿 和西边的白虎冠 到达那里 自由考题等着你们 只要通过 即为学宫弟子 各位 还有什么问题吗 对 他不仅是 我有问题 好 小 那如何才能成为李长尚的亲传弟子呢 什么 要不了点脸啊你 教室教室 考试还没通过呢 学宫十几年了 连你长尚的面都没见过几回 你能八辈子吗你 行行行 我不说了 我不说了行了吧 干干什么 这小子 快开始吧 那我还有个问题 宗室开始 气死我了 话还没说完呢 那个熊孩子就敲锣了 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我就是想问 万一有人扰乱考试 到时该怎么办 你是担心那个诸葛云吧 你觉得他有问题 有什么好疑神医鬼的 兵来降导 水来土也 他要是真有问题 咱们四个解决他不就完了吗 小姐说得对 到了 这哪儿像个神殿呀 分明是个鬼运 你做什么 我 我 哼 我怕你跑了 喂 有人吗 吃饭 你该现身了 怎么没人呢 你 你在干吗 我怎么感觉 这个雕像的眼睛 动了呢 哪 哪里 师妹王良 装什么神仙 冤武神君在何 尔等安敢造庆 如果他们做也是 那 尔等你 啊 你 啊 啊 灵魂 他要离我近一些 冰冻者皆知烈在前 你还不错嘛 我 我快整不住了 是吗 你也太快了吧 你们看他神像 我明白了 是他一直在逃走这俩家伙 看我的 是他 你就放心吧 宣武殿的考官是穆先生 他可是咱们学宫十年的老师范了 有问题他会解决的 我最担心你说没问题 再说 不是还有东军吗 那小子机灵得很 本想留着他 查出母后主使 没想到 奇怪啊 他为什么要这么明目张胆地杀人呢 表护离山 什么 此处有阵法 快离开这里 尊使说 这天启城里最麻烦的人就是萧若峰 今日 你们谁都别想离开 看来东军那边有麻烦了 这是什么怪物 程大师 你不是会法术吗 可是怎么破解呀 这哪是什么道法啊 这分别是妖术啊 你这么准备 家 让你担心 可恨 他们到此 好疼好疼 拼了 无量剑刺 原来你是李宋贞的弟子 他不是一直都是吗 我这招还不熟练 帮我拖住一时 我拖住 走 赢了 这就赢了 应该是的 那咱们以后就是师兄弟了 我就算喽 世尊让我来 就是看看这大考是否有异样 早说呀 原来你也知道这大考有事 正好 咱们去另一边看看 嗯 你这家伙竟敢骗我 你是李苏珍的弟子 怎么不早说啊 我这不隐藏身份 查案的吧 骗子钱要还啊 我可知道你是谁的弟子了 你要不还钱 我就找李师尊去 呃 还还还 一定还 奇怪 跟说好的不一样 这五座师怎么还不显身 哎 愣着干嘛呢 好 是 我 是 这 臭大师 呱 呱 呱 混蛋 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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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拿他讲 自有心想 东军 有人想要你的命 快跑 杀我 不要看他的眼睛 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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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目标 是我 没错 一切都是因为你 一切都是因你而起 师父的死就是因为你 现在又害死了你的朋友 你就是个丧文星 接近你的人都会因你而死 死的人是你 死吧 不是因为你 你死现在 你死了吗 住口 住口 东军 东军 你死了吗 别胡思乱想 你不是要成为天下第一吗 这就腿了 这点挫折就受不了了吗 还怎么守护家人和朋友 别让我看不起你东军 站起来 你不是因你 你死吧 你死吧 差点少了他的刀 东军 你 放心 这场队伍没用的 我很清楚自己要走的路 那是一条守护之路 就算满目惊奇 我也会挺起胸膛 走上一走 小妖 停下 大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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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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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雷门 精神纸 抗精神 猎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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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七殿下 安好 宫廷禁卫既已出动 想必父皇对此间之事 也有知晓 七殿下聪慧过人 咱家正是来传达上意的 圣上口谕 宣狼牙王即刻入宫 不得有误 儿臣领旨 师兄 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铁麦 劳烦烦 猎徒 猎徒 公子 一同前往 他们为了杀我 居然做得这么绝 到底什么人啊 他们天外天居然不按计划行事 难道真的是为了杀白丽 可惜 那车倒是为了救我 王道长的仇 白丽东俊一定要报 他是真下事 我们先给他立个杯吧 你们都不来确认一下吗 我这些不搞不得 我还没死呢 你什么杯啊 你这家伙 吓死我了 得得得 太好了 你们做得很好 已经通过考试了 能突破我的宣武幻境 你们几个着实不错 原来 这也是考试的一魂啊 不对啊 你分明是得针对我吗 不可无礼 晚辈听闻 反日双同 半步神仙 前辈修为高深 晚辈着实佩服 哪里 你师父 才是这世上的真仙 还请回禀令师 有老夫在此 断不会让要挟作祟 问命 面圣 你们几个 已通过最终的考验 按规矩 学功新入弟子 要进攻面圣 这是礼数 快去吧 我会在那里等你们 那还等什么 走呗 几位 我就不去了 既然这一切只是考验 那在下也该回去复命了 臭道士 落下姑娘 有缘再见了 各位 告诉我 王道长 保重啊 保重 臭道士 我也算欠你一个人情 不必言谢了 不是啊 我是说 既然这样 那欠我的钱 就打个对折吧 记得还 要开始了吗 十三年的恩怨 也该有个了结了 十年魔剑 殊死一击 这个少年 终是将剑刃 指向能够吞噬一切的掏腿 宣 学宫大考获胜者 请见 宣 学宫大考获胜者 请见 请 呃 未未 以后咱们可就是师兄弟了 你闭嘴吧 也不看看什么场合 你怎么了 救我 有人 你没事吧 一会儿 注意保护好自己 难道 动手 天元 护驾 推阿 护驾 你 DV 救命 唯后 唯后 尸不可违 父皇 还记得很多年前 朕还是个不得宠的皇子 那时候一年到头 也喝不上几次好茶 只不过 你皇爷也独好饮酒 遗弃了不少供茶 倒是让朕有了口福 自那时起 朕就喜欢上了喝茶 这么好的东西 朕不仅要自己喝 更要天下人 给懂得他的美意 这世间的纷争 皆在于人心丧乱 而人心之所以丧乱 就是因为世人无知 朕就是要匡正世人 肃清还宇 师兄 自今日起 你便是我北离的神武将军了 皇城以内的羽林卫 皆归你一人皆知 你贼 你快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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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云 真的是你 你还不帮我当朋友了 这 是你朋友 你早死了 你这个臭脾气一点都没改 快走 好强的剑气啊 我看 咱们也算是违抗上义了吧 这可是善决 毕竟叶宇将军是忠义之者 这是他唯一的后人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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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行了 都不行了 你不行了 我九恩节没有俘虏 回走靖州的时候到了 回了生修 放箭 带宗主 带宗主来了 我们要救啊 天外天教重清令 结阵 随本座退敌 子白 你们二人集合较重 带他们离开天启 小姐 您 我去找月清 我们冤枉 我们没有勾结外地 我们没有自从外地 我们不认识天外天的人 你想冤枉啊 你们这些个侯啊 宫啊的 都是皇权的威胁 早就该铲除了 放手 原来 这才是泰兰帝的目的 天外天为耳 铲除皇军的威胁 我的担心是对的 早晚有一天 会轮到我们家 叶云 既然他想让我们死 那么偏要活给他看 哦 姐姐 怎么回事啊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不然那狗皇帝 为什么早要准备 用内奸 先想办法离开这里 东军 以你的身份 不该参与这件事 如果你暴露了 这可是谋逆之罪 你坤心我呀 姐姐 一段时间没见 你怎么变得这么厚脸皮了 谁教你呢 这些日子经历了不少事情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遇到难解的事 与其中眉头 如乐观面对 道理说得不错 也许 等我成为天下第一的时候 很多事情就会迎刃而解 唐大使 姐姐 看到他们了 叶云 在如此逆境中 你还能坚持这么久 果然是个好对手 可惜 今日 你只能命丧于死吧 叶云 不少 你 这件事与你无关 滚开 你不就是想把我赶走吗 我偏不走 告诉你 这件事我管定了 我的事不用你管 闭嘴 不用你多管闲事 剑齐 东皇 叹息 不能再跟他缠斗了 援兵只会越来越多 那你有什么办法 既然敢来 当然是有所准备了 听着 明日星辰 咱们实力停剑 看我的 大师兄 注意 这件事你做得很不错 陛下很满意 注意你的口气 我可不是他的臣子 我们只是合作关系 叶云我来解决 你把百里那小子除掉 朝廷自然会兑现仇 小事玩得好一手借刀杀人 无妨 老夫不过顺手罢了 明明看到了他们 哪里去了 这贼子受了伤 跑不远的 仔细搜查 当初你们来找我时 我有言在先 若刺杀失败 便一排两散 都什么时候了 你说这些做什么 先找个地方疗伤吧 别忘了 当年面你们北去的人 正是我父亲 我们不是一路人 我夜顶之已经神险地狱 不需要再拉一个女人一起 她在那里 追 清儿 醒醒 醒醒 别碰我 你这小姑娘 你姐姐救了你 你什么态度吗 你算什么东西 你 你疯了 够了 你到现在还没有清醒吗 清不清醒不用你智慧 我至少一直在做事 你在做什么 别吵了 你俩有事 不能坐下来慢慢说吗 你们没这个机会 你到底是谁 快闪开 你不是他对手 东军 还得东军 区区自在地境 居然也想挡我半步神游 真是不自量力 老贼 够岳家带你富宝 为何要出卖我们 你那老爹闭关多年 生死不是 这宗族之位 早就该另选闲能了 别善变 攻击外敌 惯害族人 此刻冲闲 我拥不到你这无耻之族 不知小辈 老夫懒得跟你们这些蝼蚁争辩 不要死在这儿吧 我是知法堂堂主 立盘图是我的事 滚开 笑话 我还是带东军 龙女教终一切是我 我 谁认识带东军 知道吗 这世间最美的东西 就是永 你们二人的美貌 世间少人 可惜 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父亲以前教我的那招吗 当然 当然 讨厌的事情想忘也忘不掉 看来也没有别的办法 想比你来说 我现在更讨厌眼前这个恶心的东西 天地出师 神火创世 圣法居魔 天武传习 武之神 奉我母神 龙药四海 刀刀刀刀刑 那老贼居然留了一手 将这失传千年的招式交于你们 真狼狈 你这不用得挺熟练的吗 闭嘴吧你 我可不想再跟你使这一招了 浑身都不舒服 差一点 老婆就栽在你们两个小丫头手里了 可惜呀 你们还是学艺不精 阿向天地 他居然练成了我天为天的技术 死吧 小子 你还要睡到什么时候啊 你心爱的人 可就要死喽 就在你面前喽 你说什么 月瑶 会死 对呀 还不行吗 我 我要 救他 救他 你凭什么 我发过事 要保护真事的人 就算死 也再做不细 不错呀 够轻易 我可以借给你力量 但你想清楚 使用不属于自己的力量 搞不好会暴体而亡哦 你敢接吗 少废话 来呀 好 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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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君 藏死我了 小鬼 我要你死 姐姐 我说过要保护你 这 神友 宣敬 神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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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仙人体果然不同凡响啊 这就是力量的变方呀 快 靠 志豪 别说话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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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烦呐 小姐 老爷临走之前特意嘱托让您不要离开别院 只要是让老爷知道被罚我们不可 是啊 小姐到时候我连工钱都没了 还怎么去小村啊 谁要嫁给你啊 你只要把嘴管严实了 驾好马车 到时候本小姐给你做主 好嘞 我可听着了啊 驾 小姐 你怎么下车啊 怎么了 小姐 前面有人在打洞 啊 云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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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蚊子 你又来缠着我 好嘞 嗯 你看 啊 你呃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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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跟紧一起 现在还不太安全 这月清自作孽 还连累这么多教重 小姐就该让他自生自灭 齐萱 你多嘴了 卓庆太心急了 抓个叶家的小反贼 还要我们出手吗 哎 就当出来透透气嘛 你手里那把剑再不见见血 那可要生锈了 真是麻烦 也罢 老夫很久没有活动筋骨了 就先拿着几个天外天的重制 开开欢吧 李欣 李欠余孽 受 师兄 这两个年轻人不错嘛 缘能挡下你的一切 那又如何 肥雀余孽 都是要死在这渊炎之下的 渊炎 你这狗贼 不要撞住 师兄啊 这小鬼居然居然认识这瓶剑呢 我认得你 十五年前 就是你 杀我宗人 我认识 我有现象了 你就是当年那个小杂主 刚出 若不是你们宗主赶到 你也会成为我的剑下亡魂 狗贼 我要你命 居然还见证了一道恩怨 有气 有气 小子 你这天界神女的一曲 也抵不过死传的突袭 人神净气 守住心神 今日就让你们一家在地狐团聚啊 让大家先走 我曾蒙事 蒙事共死 我能让你死在这里 别为天中听令 快走 他们俩说得对 再不好啊 都得折在这儿了 好喝倒是 师弟 你看这帮废物 连跑的胆子都没了 还是成为我鸳眼的养料吧 还在等什么 好 白发 紫衣 你们不必再保护我们了 这不是你们的职责 说得对 我们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对 他既然来了北梨 就没想着活着回去 兄弟们 跟着毛白天了 真是让咱家感动啊 咱家 一定会把你们记录在侧的 救了 救了 我 扩 大牌 大牌 月 废 loads 樋 连 一个人 雅 你白妃 齐轩 玉姬 白发 紫衣 美公主就交给你们了 快走 快走 撤 快撤 跑 快走 有妖圣皇 有传不灭 美丽 这仇恨 我默契宣一定要报 臭死了 臭死了 那两个小子 真是命大 鸳眼剑洽 不留活口 师兄 不可再追 咱们耽搁的时间够多了 现在更重要的 是叶家那个孽州 也罢 下次遇到 老夫一定要他们死 姐姐 我没事了 我岳青从不喜欢欠人人情 这一次 想还你了 今日之事 若是没有你 我们两姐妹恐怕会死在这儿 可惜 这力量是借来的 如果有可能 我更想靠自己的力量来救你 东俊 你的进步已经很快了 或许有一天 你真的可以成为天下第一 一定会 小姐 请小姐恕罪 卑之无能 只救下这些人 此事全怪我 还请小姐责罚 身在敌骨 本就极凶难料 不必再说了 我们回家吧 是 冬军 冬军 有缘再见吧 嗯 总算 是结束了 也不知道叶景之那家伙 好小子 撑到了现在才倒下 果然真爱无敌啊 谁让你走了 阿晟 我叶景之去哪 谁拦不住 还叶景之呢 你的叶家刀法从哪儿学的 分明就是叶云 是又怎样 你想报官抓我吗 你居然承认了 只好 让你兑现当年的成功 可不得了 你走 再来 不练了 不练了 太累了 林哥哥 你天天这么练 不累吗 你又要偷懒 小蚊子 别叫我外号 谁让你整天在我身边晃悠 不好好练功 若是被易叔叔知道了 非关你禁闭不可 你不说谁知道 再说了 我又不想入影宗 那你想做什么 我要做 行侠仗义的一代侠女 好啊 那我来做你的护卫 陪你一起行走江湖吧 这可是你说的 不许反悔 呦 这还没嫁过去呢 就要跟人家行走江湖了 爹 你们做什么呢 叶老弟 我说什么来着 你看这俩孩子 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兄长 咱们这亲家 是决定了 你既然活着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叶云是死了 想死 了 咱们死了 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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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姑娘 你是谁啊 快 哎 哎 哎 阿娘 她笨笨的 和阿爹一样 韩依 不可无礼 这位姐姐 请问这是哪儿啊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姐姐 搞错了 搞错了 你该叫我嫂嫂才对 我叫李星月 是你雷大哥的妻子 这是小女李韩依 韩依啊 叫人 你这孩子 哎 你这孩子 哎 算了 嫂嫂 她扰了 我还有急事 出她门哈 慢走 你不能走 嫂嫂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李先生将你送过来的时候说过 你不得踏出死门办法 这老头儿 怎么可以身子做主 嫂嫂 我真有急事 我兄弟现在生死不知 我得去找他 麻烦通诺一下 像离开是吧 那就忘过我手中的剑 嫂嫂 你别这样 我看你还是关注甲呢 就不能弄剑的万一二百年 我没法得雷达和娇娜呀 看不起我 看来多年不出手了 将活上都没人认得我呢 千剑气 叔叔 我娘可是剑心肿的传人 我还在我阿爹之上 他的剑 这是冲下冥剑榜上排名第四哟 死了 小子 与人交战 敢分心 听说你和若蜂小弟打过一场 他这人啊 就是心善 可我不会 小子 您再这样 我可不客气了 哦 那就让我看看 你怎么个不客气吧 哦 古臣先生的西楚剑冲剑 可然敬命 可惜 在你手里 既是空有气势 且力道不足 你用着剑法 够何 炕精神 你敢拦我 小子 那姓叶的对你很重要吗 当然了 他是我好兄弟 我明白了 听着 少年人就该做无悔的事 走吧 多谢了 雷大哥 放心 不会让你白白牺牲的 我错了 你现在放他走 是害了他呀 若冯说 这世间马上就要迎来巨变 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若他不能多经历风浪 又如何面对接下来的危局呢 你真的想好了吗 我可是乱臣贼子 终于有一日 我会守着了那狗皇帝 这一去 你可就回不了头了 少啰嗦 你不是说要去北蛮找你朋友帮忙吗 别碰骂了 快走 还真是你一文君 怎么 你有意见 不 我很喜欢 有人啊 你臣致辞 出手就擒吧 哼 那狗皇帝还真是看得起我夜等之 居然派掌测掌剑两个大剑来抓我 我讨厌跟女人动手 那小丫头骗子就交给你了 这不是义大人的千金吗 他如今可是圣上眼前的红人哪 丫头 你说我若是把你抓到圣上面前 义大人该多难堪哪 别说了 你们五大街没一个好东西 性感恩干事 你不用再忍不住 抓到红姑娘再说 小丫头骗子 我就替你老爹教训教训你 你臣之死 知道十年前是真心猴说了谎 留下你这个夜将的夜种 今日 没人能救得了你 我一顶之不需要才做 我要用你的命 一定会夜将的黄魂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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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男爵剑魔的招式吗 嗯 能当领教领教 你也是真会转人啊 想到你夜宇大将军风光的时候 他有了事没事就跑去夜府 还把你许给了这小女 会到夜府出示好 却能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厉害厉害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 也是 做了那么多脏事 怎么能让自己女儿知道呢 闭嘴 我爹不是那样的人 小小玉女 你与我护国法器生辉 看我生还不错 放开我 这个阉人 我扫 有真 小子 跟老夫过招还敢分行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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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的 所以 是 放开他 师兄 赶紧的吧 他都吓到我了 小鬼 你很不错 若不是因为你的出身 老夫兴许会收你做个弟子 这仙人 还挺有骨气 那就成劝你 师兄 你用这样 小心连这丫头的活都被洗走了 那咱们的功劳可就减半了 死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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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里冻尖 冻尖 小心 师兄 咱们这一趟可真是值了 镇西侯府谋反的罪名可就坐实了 一个是逆臣之子 一个是圣上心腹大患之随 你们俩都得死在这儿 刚可心爱之人够了别 我想跟你这倒霉催的死一块 你想跟我死一块 我还不同意呢 干嘛 用办法 好聪明啊 一人至柔 一人至高 刚柔并尽 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 是个好办法 你得知 这招柔不成 咱俩可就御石聚焚了 那就不要犹豫 神龙 不错不错 能把师兄归到这个地步 还真是英雄出少年呢 看来大家得给你们加点彩了 正业的小子 你去找当年你们家 是被谁害的吗 好不像 当年圣上仅仅是怀疑 给圣上提供证据 若是你们家谋犯罪名的 当时你这心爱姑娘的老爹 做什么 亲手砍下你爹娘头颅的人 也正是此人 英宗之主 义补 不要 差点着了这俩小子的道 师兄 你就是太心急了 怎么能轻视后背呢 住手 你这阉人 别认他 是一个闫家的 一濟环 是一个闫家的 就是些闫家的 还是一个闫家的人 是一个闫家的 是一个闫家的 人物 在什么时候 你就是一个闫家的 都遵命了 这谁 你这谁 难道是 这谁有提 什么 他入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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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依顶枝 依顶枝 你休息 依顶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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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们 我 我要去找叶顶枝 都虚成这样了 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 还真是够忙的 不过嘛 还算账 做徒弟也算够格了 既然这样 我这个当师父的 就替你出口恶气吧 老头子这算是认可你了 以后 你就是我们师弟了 既然不说这个 他要去干嘛 看来 消失一族 由我们学功的缘分 进入 凶快在家跑得快 不然也栽在那小子手里了 得赶紧回去禀报圣上 三亿五亿百 居然跟反才有高级 也是大鹿一剑 卓洛公公的想法 着实不错 可惜 其差一招 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非兴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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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 陛下若问 此事与义府没有任何关系 当着 快跑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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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这人是个疯子 乖徒儿 早说不要乱跑 快跑 快跑